电子五哥之一核硕 股东会成为业界焦点 核硕今年四月营收750亿元新台币 创下今年单月最低 主因iPhone主力生产的上海厂昆山厂 成为风控重灾区 比电与游戏机的大本营苏州厂 同样运作不顺 游戏在某些区域 因为严格的管控 它可以管控两个月 不让你出去 这是我们没法 事先也没法评估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刚才我强调 我们要往越南 往印度 往印尼 往北美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也强调 我们要走向commercial 我不是只有一般的看书 核数去年营收 罕见衰退9.7% 今年一到五月 累计营收四千九百二十五点五亿元 年增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五 集团确定未来方向 将从消费型电子产品 转向着重商用产品与应用 避免淡忘季起伏过大 同时车载车用电子也爆加音 北美扩厂确定 除了服务指标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也将南瓜传统车厂 下半年展望 只有更好 不会不好 最坏的时候 应该是过去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疫情而造成消费停滞的情形 也希望随着疫情的解除 能够回复到正常 我会期待展望比第二季要好 或者好很多 下半年营运同子贤乐观看待 为了避免生产过度集中在中国 既有生产据点将强化投资 越南 印度 印尼以及北美地区 另外董事改选前行政院长 现任东阳董事长林全回锅 担任独立董事 华硕副董事长徐世昌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女儿 佟爱玲也当选董事 新代记事林家威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